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香的太医 韩平自个儿先走了 太医从好友恒山的得知 韩平跟自己同是法学部一年级的 长得帅在学校满受女生欢迎 另外他还在申请招募笔记录员 因为他有听力障碍 理解课堂内容有困难 两人正说着就看到了被闪亮亮三人组包围的韩平 没说几句话 韩平就不愉快地走了 太医想追过去 恒山劝他最好不要跟对方扯上关系 听说韩平乱勾搭前辈的女友 可太医还是在之前的那棵树下 找到了韩平 把洗干净的便当盒还了回去 还主动说要做他的笔记记录员 韩平惊讶地发现 自己居然可以清晰地听到太医说话 太医破天荒地来上课了 因为他开始给韩平兼职做笔记记录员 报酬是一份笔记换一份便当 然后太医最后还是没能顶住睡意 大了瞌睡 等中午太医去便当的时候 韩平告诉他笔记漏血了 太医赶忙护时保证下次不会再睡了 韩平让他下次记重点就好 因为自己能听见一半的内容 正说着又看到了之前的闪亮亮三人组 他们是手与舍三点几的人 韩平拒绝了他们好几次的路上邀请了 因为韩平觉得自己不需要学手语 自己更擅长读唇语 太医大方地告诉恒山 现在自己活着就是为了午休的便当 恒山质疑他 韩平不麻烦吗 太医很神奇 他响亮的声音刚好被韩平听到了 太医这回一直睡到了下课 韩平刚好把便当落在家里了 得知今天没有便当了 太医要请韩平去食堂吃 猛的就像一只围着韩平打转的小奶狗 到了食堂门口 韩平又被闪亮亮军堂围住了 还被邀请去晚上的社团聚餐 有两个男同学想过来春乐参加 有一个还搭上了韩平的肩膀 韩平冷冷地驳开他走了 男同学被妹子们拒绝后约念韩平 听不到了不起啊 有人同情自己就得意忘形 太医忍不住动手打了他 打架声和同学们春乐脑的声音太大 以至于韩平都听到转了过来 一起跑开后 韩平问太医为什么要出手 明明跟你没有关系啊 我也听不见 太医严肃地告诉他 听不见又不是你的错 韩平哭了 一个人坚强了太久 最怕是别人的安慰 韩平想起当初 自己被诊断出是突发性听力障碍 听力再恢复几乎是不可能了 就配上了助听器 刚上高中那会 班主任好心告诉班上的同学 韩平有天理障碍 让大家多多帮助他 同学们大都觉得他很可怜 有些男同学更是觉得他麻烦 之前的女友觉得他变得很无聊 就跟他分了手 韩平之后有次看到了 学手语的培训班 得知了大家是为了考证 才在这里学的 真正听不见的人 基本都在容忍学校学习 韩平变得越来越自卑 难受了 甚至觉得家里窗帘之外 没有他的容身之所 直到遇见了太医 韩平告诉他一 刚刚那个前辈 讨厌自己是应该的 之前帮自己记笔记的女生 是那位前辈的女朋友 妹子约自己 开房被拒绝了 结果被人看到 他们在酒店面前 之后留言就传开了 韩平自暴自弃的说 别人怎么看 自己已经无所谓了 反正今后无非就是 相同的事情 不断重演而已 大家都是这么看自己 太医赶忙大声说 我不是啊 然后就害羞了 也不是说我 但是也有人不是这样啊 韩平想起太医之前 傻傻的出现 自己就被逗笑了 那是太医第一次看到他笑 韩平在家看到太医 记得笔记 自己又笑了 突然发现 自己好像不知道 太医喜欢吃什么 就去了厨房 老妈很是惊喜 到学校看了课表 韩平尴尬的意识到 今天没有 要让太医记笔记的课啊 但看到太医开朗的 跟朋友们打招呼 韩平自卑的决道 太医生活在 自己无法涉足的地方 于是连太医跟自己 打招呼 他都不敢回应的就走了 太医郁闷的追了过去问 刚刚什么意思 明明看到我 还无视我 我很受伤啊 韩平以为太医 是为了便当追过来的 太医气愤的 让他别把人 当巴普洛夫的狗 正说着 太医的肚子 就不争气的浇了出来 韩平笑着 主动邀请他 一起吃便当 太医激动的不得了 再一次成了 围着韩平腿转的小奶狗 让看到风顺的便当 韩平问他喜欢吗 太医直说 我喜欢豆 简直想和他结婚 可是便当 是韩平妈妈做的 他还开了家料理教室 太医忍不住感叹 妈妈的味道啊 我都不记得了 初中我父母就离婚了 后来两边都在婚 我是在爷爷家长大的 韩平表示很抱歉 太医开朗的说没事 赞叹汉堡肉 超好吃 好友恒山过来说 他堂尖美岁 要太医的联系方式 太医只感觉 自己的春天就要来了 韩平很不是滋味啊 晚上 太医和美岁见面 太医碰巧看到了 这家店 贴在墙上的招聘 忍不住感叹 时心不喘 当得知 妹子约自己见面 是为了韩平 太医瞬间 气都要泄光了 妹子听到说 韩平有听力障碍 太医现在 试办韩平 做笔记记录后 妹子瞬间 把自己带录了 类似剧情的小说 感叹说 自己就像是 里面的女主角一样 太医 超胸的告诉她 那家伙既不用手语对话 也不是完全听不见 她自己的事 都是自己做的 别把她和那种 小说人物相提并论 或许对你来说 只是个故事 对她来说 这就是她的现实 太医回到家就发现 爷爷居然不在家 去了温泉旅行 就躺着反思 今天自己这么凶 只是想看到 韩平更多的笑脸吧 隔天中午 太医把笔记记录 给韩平后 韩平把便当递给了她 太医打开便当 就发现有汉堡肉 超兴奋的说喜欢 韩平有些担心不好吃 等听到太医吃了 说超好吃 韩平有些害羞了 太医说着 过去自己 因为没爹妈受欺负 但过生日的时候 爷爷给她捉了块 嚼得像炭一样的汉堡肉 那时候就觉得 和爷爷生活在一起 真是太好了 然后韩平这回 没听清她说的话 还开始了呃 经医生检测 她吃着泡面 说到了韩平想见面的短信 看到林哲宇等着自己的韩平 太医毫不犹豫地跑了过去 用自己的毛巾给她擦干头发 韩平表白说 自己喜欢太医 特别想见她 看到她吃饭吃得很香 就会觉得很安心 不想听不见她说话 正说着又开始了 啊 缓了一会儿 韩平问太医 没睡的事情 听着太医不愿意说 韩平心里 那个醋意横生啊 没多久 韩平发了一条短信给她 说对不起 再见 我会请别人帮忙抄笔记 太医完全不能明白 是怎么回事 在学校教室 又找不着韩平 意外得知 横山前段时间 跟横平汇报了 没睡拜托她的事情 太医很是气愤地 孤注了横山 横山赶忙说 有事找横平的话 去她家不就行了 太医从网上 找到了料理教室的地址 横平妈知道 是儿子的同学来了 激动地 直接把人拉进了屋子 端上了点心 看到太医吃得超香 横平妈笑着说 横平是给你带的便当吧 太医羞涩地承认了 横平妈告诉她 横平经常在家提到她 说有个男孩 吃饭吃得很香 太医得知 横平因为天力下降 去了医院 这一周都是在做检查 打点滴的家里医院 来回跑 可等到晚上要去打工了 横平还是没有回来 横平妈不舍得她一走 焦急地请求她 可不可以别放弃横平 说横平这孩子 阴诚又不爱说话 还冷淡 性格真的很让人头疼 但她好像很重视你 再知道你喜欢吃汉堡肉 就过来拜托我了 她明明没下过厨 却做得很认真 她是真的很想听到你说 好吃吧 没多久 横平回来了 老妈告诉她 便当男孩来了 一直在等你 刚走 横山打太医的电话打不通 找到人才知道 太医的手机弄丢了 太医和横山说 横平可能是误会 自己喜欢美碎了 横山问她 怎么那么关心横平 她一说 听不见有什么错 横平是个好人 虽然沉默又冷淡 但非常温柔 横山尴尬地提醒她 本人在那边 横平把太医 落在这家的手机 递了过去 把腿就走 太医再一次追了上去 在楼梯口 横平向她坦白 我就算听不到其他声音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只有你的声音 我能清楚地听见 太医说 白衣丰那样的邮件 就想跟我划清界限 而且你也太不会表达 自己的想法了 你什么都不说 我怎么会明白 好的 横平看着哭泣的太医 问我上去 是啊 你果然不值得 你真迟钝 但我喜欢这样的你 一直以来 真的谢谢你 太医和同学梦 依旧玩得很好 兼职的时候 依旧被嫌弃 赏门大 横平接受了 闪亮亮三轮主的邀请 入了手语社 最后 横平在当初的 那棵大树下 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太医 问他 被我清了 不在乎吗 已经不想和我待在一起了吧 太医说 当时是吓了我一跳 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一直在考虑 连饭都忘了吃了 但是 不管我怎么考虑 都找不到理由讨厌你 然后就问 这个行品 笔记录源 还招人吗 电影到这里 就结束了 喜欢釜菊猫的观众大佬们 可以订阅一下釜菊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